早晨, 大家好 後面的磚已經鋪好了 今集繼續分享怎樣 安裝一個小地台和廁所 上面的天花究竟是怎樣做的 我們先去片段 廁所的天花, 我就在Vis 買了這一種版 因為覺得蠻好用的 之前做Poge的時候, 因為有些廢料 我都是用這個放在室外用的 其實這個是室內用的 我特意嘗試它放在室外, 看看會怎樣 暫時Touchwood兩年都還未有事 這個就是那個尺寸的長度 大約2米4米 有幾個方法 看看個人的需要 我打算砌過來就算了 接下來 這裡可能會收 因為我有一些 Scotia, 那些 糊糊的那些 可以收在這裡 又或者我在這裡打架 我還未想到是怎樣 我暫時可以這樣 如果想漂亮的就收到弧形 在這裡 有些有現省買的就是 夾著這條膠的邊 是可以買的 有四邊可以買完 圍著它 然後慢慢放上去 之前我做了木板 原因就是這樣 這裡 你看到我 收了口螺絲在這裡 其實是收這塊東西上去的 或者是鑽釘也可以的 木板的原因就是 想它比較容易鑽上去 因為上面是石屍牆 我現在就逐塊逐塊 將這些 慢慢砌過來 最後就做一個收口 拍上去 最後那塊可能比較難拍的 如果真的有 如果真的有 旁邊有些膠條在這裡 封住了 最後那塊是比較難拍的 那最後那塊可能要 要借一借位 然後拍上去 推上去 這樣才可以做到的 其實做這個 就 不是很難的 上面呢 我這裡的天花 我也有了幾層 廁所用的防水油在這裡 怕蒸氣 就是萬一有蒸氣蒸上去的時候 都可以擋得到 幫幫幫幫手 擋得到 第二天這個 這個 這個 是那個 呼吸口 來的 就 讓一些氣在這裡散 和磚的呼吸 這裡有窗 那我就做了這部分 那我決定呢 是會收回四條 邊 撐一撐這個頂 因為現在都是 撈釘撈上去的 然後再收回 收回一些 scottia 看看膠那隻 這樣 浪浪著它 到時再收 那現在呢 下一步我就 做這個地台了 一個很小的地台 先鋪一些 防釘的蝦色紙 然後就做一個小小的木框 然後呢 就再補亂棉 跟著呢 就再蓋板在上面 然後就再鋪Vinyl 這個台就整完了 那下面就鋪了那個 叫什麼 防釘 即是那些 防潮濕那些紙 跟著 中間這裡呢 我就會蓋一點 原本我打算做法寶膠的 比較硬 那後來呢 就 因為時間問題 又要過去很遠買 那我就 後來就想 家裡還有些保暖棉 那不如 用一些保暖棉 折下去 折下去之後呢 再壓上去 壓板上去 然後在板面呢 我就會再 用那些 保暖反光 可以折射的熱能 那些紙 然後再鋪Vinyl 在上面 那Vinyl 那時候呢 我就特別買的 是專門 好像酒店用的那種 歪爐 那樣的防線 板呢 就裝了 那 現在呢 就先裝了 我發覺呢 我還有些防水紙 在那裡 那我就想著 墊塵 防水紙 在這塊板上面 那 釘了下去之後呢 就再 就再做那個 反熱的 把熱能反射的 那塊 顏色紙 然後再鋪Vinyl 最後 就是這樣 哇 整個手術室 看看 真的有點像 放一張手術桌 在那裡 解剖 這些顏色紙 這些 這些 可以把保暖 那些 平時的保溫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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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那些 那些顏色紙 如果房間冷 這裡就會冷 那房間熱呢 這裡就會反射熱能上來 現在呢 旁邊那裡 那條東西 都會 放進去的 因為剛剛不夠長 那我放進去之後 我就鋪歪爐上去 那張東西就是這樣 現在呢 就貼上去 先 經過一輪呢 水喉的接駁之後呢 那我現在就 駁了一層水喉 那這個就 給廁所用 那邊呢 就是 洗澡的 現在呢 廁所呢 就 在這裡 VNQ買的 整套 那它是因為 方便 很簡單 還有 幫過幾個客人 都 都 OK的 質素 很方便的用 而且非常之容易裝 現在呢 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要固定了廁所 那些廁所 廁所 有兩個洞 就收螺絲下去 就固定它 其實很多 我試過弄個 不知 不記得了多少個廁所 很多 有機會 下面 只是打一條膠 就算了 或者根本就沒有傷死 那廁所就這樣擺 有 千奇百怪也有 總之 你看到英國的廁所 水 那些東西 真的千奇百怪也有 不要說水 整個屋裡面 千奇百怪也有 那我現在先做了固定 先裝了固定 裝完固定呢 就 放了水箱上去 因為呢 VNQ這隻水箱 非常簡單 它已經裝好給你了 就這樣放上去 收緊它 放一塊膠下去 那就行了 有時候流水呢 是 不是 水箱流 我待會再拍片解釋一下 為什麼 我們首先呢 就要記錄了廁所的位 你看到呢 在廁所裡 就記錄了一個框 然後呢 就要裝 它送的 有兩個固定的東西 兩個膠 就固定了 在這個位 然後呢 放一個 然後呢 放這個廁所 然後呢 在旁邊的孔呢 收回螺絲就可以了 那當固定了廁所之後呢 就裝這個水箱那裡 那一部分 為什麼我說 BNQ這隻 方便呢 第一 它夠大 第二呢 它來到 已經裝好這些給你了 不用自己弄 已經裝好 已經裝好 將這塊東西呢 即是將這塊東西呢 就放回去那個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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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浸水了 那 再蓋上蓋子 放上面 可以接著一路試水 剛才不是有一堆螺絲的 我們先套這條螺絲進去 然後先收緊這條螺絲 因為待會放在座座上 只收這兩個 因為每天你插出來 就整個插出來 這個要先收緊 插一支螺絲批進去這個箱裡 然後令死這個 就行了 廁所裝完了 試試有沒有漏 最重要是看什麼 試有沒有漏 最重要 第一 這個夾口位 如果這裏咬不死 扭這兩口螺絲 下面這裏有兩口螺絲 這個如果扭得不好 找手扭我記得不要找鉗 有機會扭爆 找手扭 扭到最盡 這個應該夾死 夾死就不會在這裏扭水出來 如果衝刺 這裏夾不到 夾得不好 這些位置就會飆水出來 摸一下 這條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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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在水缸上面 那裏 這裏有沒有滴水出來 接著就是 這個 按一位 這個 上水 入水喉的位 入水喉 這裏 這裏 現在它送的那裏是膠 最好 有喉 如果換 就是這個 入水系統 有問題 要更換 這個入水系統 最好換回銅喉 那種 我建議換回銅喉 那種 會比較好 那些膠 始終會爆 那現在呢 試一下 新製的這個 新製的這裏 有火 有沒有留 那我暫時 上水 我都覺得 慢慢上水 都可以了 這樣就不買了 好 這次 廁所這裏 就裝完了 大致上 現在 到這裏 都七七八八 另外 這裏會 還有 沙拉圓那裏 沙拉圓這裏 這裏就會 這裏 我做臉 這裏就不設置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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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那裏 那裏 整個裏 裏 那裏 這裏 那裏 那裏 我會 買裏 膠的 在這裏收回一個圍著這裏收 然後這個是呼吸盒 電爐 電爐開關鍵 這個插束 這個燈 這裏以防萬一始終 這個東西後面沒有東西頂住 為什麼我這樣放呢 原本我打算放在這裏 但放在這裏之後 因為這裏有六十多日 走到這條路就很窄 因為洗手盆是這個位置 我就做了一條去水 洗手盆在這裏 預計的位置走進來 會方便很多 這裏我打算弄一塊板 可能弄一些角度 有些設計 或者怎樣 承托一下這個沖水系統 讓它不容易咬嚇 安全一點 因為這裏有機會水會彈到它 即使我拉了臉 這裏有機會水彈到它 那我的板也會做些膠板 或者怎樣 今天分享到這裏 希望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Like、Subscribe、Share我們的頻道 多謝收看 下集再見 拜拜